本视频由淘宝店新阳文具店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这一支还是一样 新阳文具店赞助 淘宝店新阳文具店赞助 非常感谢 这一支的话是 本身我购物清单里面没有的 他就再给了我一支这样子 非常感谢 非常好的一个店主 再下来这一支 这一支比这个品牌 说实话我还没有做过 没有了解这个品牌知道的 麻烦帮我普及一下先 这个然后下来了是这样子 那首先这个比 我这手感就好凝聚感 好就好集中了 这个重量感 好还是先一样的 看一下我们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国产比大部分比吧 这个尺寸都非常统一 都是非常中间或中细的一个大小了 然后下来一对笔的话 那我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笔粗细来讲 就中间大小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长度来讲的话 比我内用的笔都短一点 所以说为什么国产比一支 很多笔我用的不太习惯 原因也在这里 因为它跟我内用的一个大小不太一样 然后笔尖的话 这个应该插拔了吧 应该这种 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双缓的 还是悬的难道 这个悬的还是 哦悬的悬的悬的 好那这里一看笔握非常的细 笔尖大小来讲的话 我觉得 我再拿一下百利金的来对比一下吧 水人的那个尖有点难对比 那这个笔尖的话 它是一个26号的一个笔尖 然后呢这个样子上来讲的话 它左右两边的两头的这个虎位嘛 也是粘的比较开的 看起来的话 非常的秀气 或者有点那个贵气啊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笔尖的大小 呃再下来笔尖好评啊 有种有点像比较现代的这个笔尖了 而不是这个干干净净的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百乐的那个笔尖 好 哦 诶这个是 哦 非常这个笔非常紧 这啊 非常紧有点不不太好拔 那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一只这个库存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好那这里25.6 拿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扎实的 比较有重量感的 但是现在这么一两好像 呃 比想象中要轻啊 那这个重量感做的还挺不错的 14.7 那以这个重量来讲 它这个笔感来讲的话 呃 虽然说偏重 但是它是一只金属感 那我觉得的话 这个是可以去那个 怎么样 可以理解的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总长137左右的一个长度 拔帽的话是这只笔我真的要双手吧 而且你看都没办法在手机上面前面拔 好 那个再下来是这个 100 118的一个长度 拔帽的一个长度 然后一样再量一下这个笔握的一个 呃 圆周是多少 8.75 那笔我平常用的在短个 两毫米左右的一个 呃 直径 好 那一个大概评测就这样子 然后再再来看一下这个笔 呃 这个什么笔杆的一个样子 笔杆的话 那首先这样子 这个纹路的话见仁见智了 喜不喜欢 但是我现在把一边啊 这个我先给它对齐一下了 这里对齐 然后我们寻找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哦 没有都能对正的 那它应该是一条那个杆 然后就非常长的 然后压压完以后就有一个轮 然后压压压压压压成这个纹 那所以说它的两边都是一致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笔帽 你看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装饰 因为平常的话笔帽的话都就笔帽的话 都会有个环这样子给它修饰一下 那这个虽然没有修饰 但是你看我手这样弄 不是特别刮手 也没有说一刮就出水 没有那种说很明显的刮手感 虽然说是你摸得出来是刮的 然后呢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电镀啊 上面这个电镀的话 上面这个圆哪能看到这个圆这个反光还是可以的 但是上面的这个我们看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反光啊非常亮 然后这边也是那前面的一个圆和后面这个圆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然后呢反而这个有点裂了 这个的话应该是也是一支这个库存笔了 哦下雨了好 那个上面然后比较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这个金色跟这个金色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有一小小的不一样呢 但是这个电镀看起来的话 它的氧化痕迹也反而没有鼻尾的这个都那么的明显 然后再下来这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还是ok的还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弯的是故意 这里弯掉了是故意的 还是说它本身的一个工艺问题导致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上面写着22398C 我对我这支是C 因为我记得我去查了一下2398跟2398C 它是两支钢笔 这个如果到时候去看的那个观众真的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下来这个笔的话笔尖的话我们 我呃暂时这样看没有歪那质量还是ok的 但是这个金色的是满满的那种保护漆的那个缩感就很滑有点滑 但是其实握不住笔这个我觉得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用金色的这里金这里是也是金 但是这三种金色包括这个笔夹四种金色 我觉得就是很多笔在这些细节上还是要统一一下 我当然也知道这个呃平空是非常难做到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输了有点像那个ysl那个品牌的那个logo构成了 输了shule啊可以 然后看一下吧应该也是一支就是笔尖质量 就整支笔笔尖质量最好的一就是算完它笔杆呢 西摩奇等等的笔尖的数字是最好的 就这么多个呃钢笔零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中缝吧 它有点氧化了不知道是损伤了还怎么样 我现在就这样看的话应该是拖度了啊 这样看清楚一点应该是一个拖度了 然后再下来哎哦这个呃松掉了嗯 然后伊利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歪呃歪力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侧面看的话伊利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圆的 那写下应该是偏滑的一支笔 我这支应该是一个F间了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了 后面中缝和笔尖看起来也是挺正的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主要就伊利比较大那其他的都ok 那这个品牌的一个logo设计其实还是 很现代非常不错 好那我们来赶紧先上一下墨 然后看一下这个 哎好评好评终于不是哎等一下 哦这个比吸墨器已经有有有点不太好 那个你看我要我要很用力这个估计有的 如果有看一下这个口径比较小 啊还是不行还是3.4的 我一直在找那个用欧标口的一个国产笔 但无奈现在都没有人找到 好那那个反正就是 有点这个吸墨器有点旧了 如果有的朋友那肯定还是要换个吸墨器了 反正这个吸墨器不是很贵 然后这个痕迹也比较明显 应该是非常老的一支库存笔了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呢 那我们来先 哇有点有点难上墨 这这这次这次真的比较难上墨 试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到 然后再来一下 哇这个因为我没有用这个国产 哎有了有了 诶用还是没有问题 还是能上的 用还是ok 因为我是用欧比为主的 那我大部分吸墨器的欧标口径的 国产的话 我大部分用的不是活塞的话 就是那个就是负压就699这几只 那所以说国产的一个吸墨器 我基本上是没有没有备用的 像日比的话 那个百乐的我有备用 邪乐的我邪乐和邪乐和邪乐也没有 呃白金我就有 那所以得要看不什么比 因为这么多吸墨器 已经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好那那上面的前面已经做完这支的 英雄的一个九英雄九一吗 我就在下面这里去写吧 哎这哦 没什么是乐啊 不是不是这么写书shu乐 ok 挂号的可能要写一段时间才能那个 顺一点书乐啊这当然 我感觉我用这支笔写中文还有加成这种感觉 然后我轻一点写几笔啊 断墨好像也不也没有我压一下尖 哇这笔尖 哎弹度是有的弹度有弹度有的那看这明显有对比 然后 出没有点不是很稳定 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出没 然后再来看一下别的 好那出没的话也没有断墨 但是在下半部分你看一下这些字 都是在下半部分往下拉的时候就出没才开始打 那可能这只比较好好的修整一下 用的话反正也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出风的话就是应该也是 呃也是ok感觉这 这个感觉出风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应该是能出风的 只是我写不出来 对 可以可以那整支笔的话输写效果的话就是 呃也是顿挫感 但是那个笔尖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外尖或瓜子的一个情况 写写的话反正挺舒适的 但是它的写感不像现代笔那种中性笔 或原子笔那样子滑顺 就是不是那个珠在上面摸 它毕竟是那个 呃就是相对来讲 就有点像一只一只尖的东西在上面写 而不像原珠笔那种我在上面写非常滑 那书写感受是比较好的 那还是一样整支笔感的话 就整支笔它的一个素养的话 就整支笔的一个素质来比的话 它的笔尖就最好的还是它的一个笔尖 其他的真的见能见之了 一只笔在哪去翻新这个成本也就是你都可以去买一只了 所以买这一只的话就是要好好考虑清楚 就是你是用笔的还是那个玩笔的还是什么的 就你要考虑清楚自己对笔的一个定位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有什么我漏奖的特别这个品牌可以帮我看一下 帮我普及一下 那就下次见 拜拜